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妃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160集 季兰虽是超品皇贵妃 可终归是妾 哪怕是皇家的妾 她也穿不得正红 哪怕风飞大典再怎么盛大 也无法和历后大典相比 在礼部官员的指引下 姬云开随着众命妇一起参与了整个风飞大典 有些累 但还是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皇上确实很看重季兰 或者说很看重他身后的季家与风家 风飞大典的流程和历后大典无异 只是没有命妇跪拜也不能和皇上坐在一起接受朝臣的跪拜 非就是非 便是再得皇上看重也不能像皇后一样和皇上并排而坐 妻子 妻也 这世间能与皇上并肩而行并排而坐 共享这万里江山的只有皇后 风飞大典结束 少不了要有宴会 皇上没有利后 季兰自然就是主角了 脱下层层宫装 摘下繁重的首饰 季兰身着桃红色的公裙 在侍女的搀扶下踏着红地毯 仪泰万方地走进宴会殿 走向主位 这里是女眷的宴会厅 季兰开坐在左手第二个位置 她左侧是端王妃 右侧则是一位郡王妃 对面坐着长公主 见季兰走进来 季兰开不可避免地看了一眼 这一看就发现她的腿有些不对劲 先前隔得远 季兰又是盛装打扮 她没有看出来 这会儿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季兰的腿恐怕没有好 至少没有好拳 拜见鬼娘娘 前方品级较低的夫人纷纷起身给季兰见礼 而坐在后方的皆是亲王妃 郡王妃 站起来表示一二即可 参见贵妃娘娘 季兰开随着众人站了起来 扶了扶身便欲坐下 季兰却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温柔地开口 姐姐 许久不见 你还好吗 贵妃娘娘你叫错了 你的姐姐是未来的皇后娘娘 不是我 季兰开只得继续站着与季兰对视 两人一珠红一桃红 虽然同样的精美 但季兰开身上是正式才能穿的红 季兰身上的衣服虽然也是红色 但却淡了许多 更不用提戴着面具的季兰开 在朱红锦衣衬托下那么的美丽夺目 当年她能夺得天启第一美人的称号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段都是极好的 而嫁了人后 她的气质越发沉稳 整个人如同精心打磨过的明珠 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先前 季兰开坐在那里还不觉得 此时她一站起来 众人才发现 季兰开今天的装扮着实让人惊艳 季兰开并不高 按她的身高在女子中也只能算是中等 可竖高腰的长裙不仅展露了她的仙腰 还拉长了她的比例 显得下半身特别长 看着就高了 灵口微微敞开 展露出女性独有的曲线美 毫无疑问 今天的季兰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丽万倍 不在于样貌 而在她给人的感觉 偏偏她美丽却不自知 从进宫到现在也不曾展示过她的美 她一直低调地站在人群里 不与任何人争锋 要不是季兰站在她面前 众人都不会注意到她 可想而知 站在光彩夺目的季兰开面前 盛装打扮的季兰显得多么可笑 季兰开起身的刹那 季兰一正 娇美的脸有片刻的僵硬 凭什么 凭什么这么一个丑女戴上面具后 比她还要好看 明明今天她才是主角 季兰开凭什么穿红色抢走她的风头 她很想把季兰开脸上的面具摘下来 让世人看到她的丑态 可是季兰知道不可以 她不可以这么做 现在的季兰开已不是以前那个认她欺负的季兰开 现在的她是燕北王的妻子 她不能动的 紧紧握住双手 季兰才控制住自己 没有将季兰开脸上的面具摘下来 暗暗吸了口气 调整好情绪 季兰才开口道 兰开姐姐不愿意本宫称呼你为姐姐 本宫便换你王妃好了 季兰语气温和 可在说到本宫二字的时候 却不自觉地加重音量 似是在提醒季兰开她现在的身份 季兰开只是笑了笑 满不在乎地问道 不知娘娘换我何事 不过是皇贵妃而已 季兰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本宫知晓你之前在宫中跪了三个时辰 双腿受了重伤 不知现在可好了 怎么医好的 季兰的声音不轻不重 却足够让周边的人听到 季兰被萧九安当街罚贵的事 人尽皆知 皇上还为此下旨 深斥萧九安 这事闹得挺大的 但是季兰开在宫里被罚贵的消息 知晓的人并不多 消息不够灵通 没有能力打听宫中消息的夫人 都不知晓此事 此时听到季兰的话 有几个夫人都惊住了 这事他们怎么没有听说 见身边有人知晓 便探过去询问一番 一时间众位夫人皆是交头接耳 小声地交换消息 没有意外的话 今日这场宴会过后 今中大部分人家都会知晓 季兰开曾在宫中被皇上罚贵一事 自然也会知道燕北王冲冠一怒魏红颜 把靖太妃逼得出宫的事了 这就是季兰要的 他要众人把目光放在季兰开身上 逐渐忘记他被萧九安罚贵的事 季兰的心思季兰开懂 可他根本不在乎 旁人的闲言碎语能拿他怎么样 多谢贵妃关心 我的腿没事 倒是娘娘的腿 似乎有些不适 季兰开虽不在意 但不表示季兰开不会反击 他又不是任人欺负的包子 我这腿 太医说 怕是好不了了 不知王妃当日是怎么医好的 季兰悠悠地叹了口气 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 美人醋眉自是引人怜爱 问题是这里坐的全是女眷 谁有闲情怜惜她呢 很好意 把腿打断 重新接过就好了 季兰开简单粗暴地说道 可把季兰虎的脸色一白 这也行 季兰不自觉地看向季兰开的腿 皇上让他试探季兰开 可他也确实想知道 季兰开是怎么医好的 他不想拖着一双扭曲的腿过日子 季兰开不动声色 我就是这么医好的 至于娘娘能不能用这个法子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娘娘还是听从太医的意见为好 季兰真去世 那是她蠢 与她无关 可我听太医说 这腿上最好的办法 是用火灵芝为药益 只要有火灵芝就能医好 是吗 季兰看着季兰开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季兰开扬了扬眉 火灵芝是什么 我没有听过 听诸葛小大夫说 火灵芝乃北辰独有 她不知道再正常不过 王妃真的不知吗 季兰明显不信 可季兰开一口咬定不知 她又能怎么样呢 言行逼供吗 别说季兰 就是皇上也不好对季兰开用刑 最后季兰只得鲨鱼而归 在宫女的提醒下满心不快地走向主位 不过她并不气馁 今天是她的主场 时间还早呢 季兰开给她等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